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喜欢这个《奇奈罗里维斯》吗? 都很喜欢看它 由《Matrix》的电影之前我也有看 很久了 有一套《吸月僵士》都在做的 不过这样 这一套电影就是《John Wick》第四集 我是不会看的 我不知道 我整个《John Wick》是连我都没有特意去看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看呢?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有阿欣子丹在那里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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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觉得他抄了你的组型的 不是 无关事 现在不是影子情会社 你现在画面后面那张照片我都以为你来的 不是《奇套》你为斯来的 我没有骚 又骚 头发就差不多了 但是刚才讲的那些搞笑的 第一次就是《科学生之》和《神秘之》是《Cross Over》了 这一节就是《科学生之》和《影情会社》的《Cross Over》了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听众就问 说了那些废话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真的讲《奇奎》你为斯 你介绍吧 我也免得讲下去了 是的 我简单一定有个原因的 为什么突然讲呢? 其实这个新闻就很有趣 最近就有一帮化学家 其实应该是生化学家 他们研究一些蛋白质和一些真菌 相互作用的过程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很想去开发一些 透过了解一些生化的过程 让我们知道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机制来去杀菌、消毒 杀菌不只是讲那些一般的病毒和细菌 是讲那些真菌 譬如生了那些脚线、灰甲那些是真菌 你讲得简单一点 香港脚迷了 是的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你要有人去开发一些药的 要有人去研究那些抗生素那类的东西 去抑制某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的生长 然后他们就 其实讲得简单一点 他们找到这种东西就好像挺厉害的 那为什么跟奇诺里维斯有关呢?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无聊到呢? 就是拿了奇诺里维斯来命名这种这样的抗生菌 看到了 真的是John Wick的 这里又写了 是的 但是他就不是用John Wick的名字去命名这种新的复合物 就是这种抗生素 而是用了奇诺里维斯 就是奇诺里维斯 最主要是用了奇诺里维斯 这个字 好了 那MYCIN大家看到就知道了 这个是杀真菌的药来的了 但是只不过前面加起来是哪一类呢? 是的 要讲一讲 就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文他这个讲得很恐怖的 其实我们有可能杀死这个病毒和细菌 但是真菌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大家也都知道呢 譬如香港脚那些呢 很多不是根子的 就是一路只不过就是 不会恶化那样的意思的 这个就有关系到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抑制 就是那种生化过程了解得有多少 那譬如你说的 现在他凡是所有这些字尾 什么MY 就是用CIN尾的那些 通常都是跟抗生素那些有关的 而且他有时未必只是抗了一种真菌 可能对于一些细菌他都有用的 我对于这个抗生素的总类的认识就很不更新的了 就是小时候 讲到20年前 听着那些叫曼谷梅素 于是曼谷梅素就是vanko missing 又是一些missing字尾的那些字来的 然后就去抗那种 当他去打击那种就是说 打击曼谷梅这种这样的东西 我照有个名字来解释了 但是后来就是那些药的 就是那些菌的抗药性的发展到 可以抵抗到这个曼谷梅素 就是那些叫超级细菌那些 就很容易就在这个医院那里传开 因为医院往往就是用这些 净抗生素用在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整个演化过程里面 就是往往就在这些医院里面 最容易引辱到这些超级细菌 所以你说这个游戏就完全是 杜菇一尺 魔菇一丈 有人做一个新东西 就可以和你杀 然后这些菌又继续演化 然后又是会超越到你本身的菌 那现在譬如今次这种叫做 其洛里维斯的抗生素呢 那它就是一种 Lipopeptides 就是其实是一些比较复合的 蛋白质结构的东西 它砌出来的效果就可以抑制住 某一些的产品生长 那是有用的 而且杀的那个能力是很厉害的 厉害的那个地步呢 令大家联想到 其洛里维斯在John Wick里面杀人的那种速度 所以为什么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就令到他们这班科学家 拿了其洛里维斯来明明这种枚数 我猜到为什么不是用John Wick 因为John Wick有版权的 哦 其洛里维斯你问我 我给你了 那就算了 其实他没有问的 就是虽在 我想他都黑了其洛里维斯是好人的 其实都是 他是好人来的 相传他整个娱乐圈中最nice的人 但是很有趣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原来他没有问到呢 就是当他用了之后 明明了之后呢 其洛里维斯不知道的 然后就有人在外国那些forum那里 那其中你说如果在欧美世界 英文世界一个很出名的forum就是reddit了 等于是美国的联登 是的 那当然啦 现在高登联登就和以前的影响力就有不同了 但是reddit就一直这样住都影响力很大 那就有人拿了上reddit谈谈 去说 然后又有人很有趣了 真是走了去 说给其洛里维斯听 是的 然后其洛里维斯真是回信 真是其洛里维斯回信 真是有回应 那他又没有什么 他就纯粹说 他有很大方得体的 就是我觉得这些呢 如果搞公关 我觉得他回应应应该很得体 他就说 很感谢这一班人 这么努力去研究 令到我们的世界更加好 都OK的 有人拿我这个命令 我都很感谢他 我觉得都很开心的 跟着就完了这件事 他很爽快的 这个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不过呢 就我们说回那个真菌 刚才大家看到呢 其实在那个釀酒界 这个真菌的问题是相当之严重的 曾经试过有些釀 就是发觉那个葡萄酒呢 是被葡萄是被釀金杀了的 是的 这个就 我想你说不止是釀酒 就是整个农业里面是影响很大的 那你说那些农作物本身 是吧 那些葡萄 令到它没有了 那我让不了酒 甚至乎你如果说整个酒庄里面 如果整个那个生态不同了 多了一些新的品种 这些菌类的品种入侵 是随时改到令到它整个酒牆 那种酒的味道的品质都会变了 就是有另外一个外面 另外我们如果讲到以前 就是不要讲到那些生香港的那些菌 其中一个将会影响到我们很大的真菌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香蕉 那现在其实就是说 那个新品种的香蕉 就是我们在很久之前 方学生子有提过的 我们是近这十几二十年吃的那些香蕉 和我们在三四十年吃的那些香蕉 是不同品种的 就是可能我们那时候也有提到 譬如台长你小时候吃的香蕉 和今天我们吃的香蕉 你有没有发觉品种上是有些不同的 口感上 口感差很远 是的 现在我很不幸地说一句 因为我们这些老饼 超微吧 你觉得 吃的也不好吃了 不过我现在都买了几只在那里 是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经历过一个上一代的香蕉的品种 受过上一代的真菌去打击之后 频繁绝肿收成很差 接着有人找了一个新的品种 是不受原本的那些真菌的影响 那就是cavenish的品种 那我们现在在吃的那些品种 我们好像之前说过这件事 我忘记是几年前我们说过 有的 但是现在就是说 又是会有那个新的品种的真菌去袭击它 那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你怎么样去帮这个香蕉 就是你没找到下一只新的品种之前 你怎么样可以令到现在的品种熬得久一点 和那个真菌的扩散不要那么厉害呢 那这样 但是这里我们说了软了一点 那因为呢 其实你用在农业上面呢 你也都不能乱去用药的 就算现在讲的这种奇隆里维斯梅素 就是这种那么厉害的新版的抗生素 它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浓度的时候 才对人体无害 但是去到比较高浓度 你不给任何抗生素去 你吃到果农里的人都很不舒服很辛苦 是啊 抗生素的意思就是呢 我不理你好菌坏 全部一东西都杀光它 所以对身体有什么 所以大家现在就弄了一些抑生菌出来 就是菌来的 但是我想搞清楚一样 为什么这个菌类 这个菌类 我们这么难去处理呢 这个你是问 我自己都真的不是太熟的东西 真菌和那个 本身细菌和病毒 就是两个世界的东西来的 就是你走去那个 就是看回整个生物学就是 就是你想象一下 真菌基本上 我说的夸张一点 和那些植物是不太大分别的 只不过它不是一些 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 就是 有些笑说 不洗澡 架垃圾三棵菇出来的 那些呢 其实你是说的 刚好有个菌类的那些包子 就是不是种子 就是那些叫包子 就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人 要吃灵芝包子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然后生了出来 它生了出来一种菌状的结构 它本身那个 你说它在那个生物学那种 就是分别类 它其实像一个植物多 像一个真的细菌类 就是它整个生物上的复合 那个结构是 就是复杂的一点 就是等于有一个 就是好像一类植物性的东西 入侵了在你的身体结构那样 那样 它本身有固定的一个生命力在那裡 那你就 你是要破坏它里面 就是你说那个 抗争菌的那些这样的化学物 它是透过一个什么原理去 它去袭击到那个真菌呢 我想就 你问我呢 对于 我就只能够说 对于外用药 内用药可能是两个层次 基本上你 你普通的一些的菌类东西 可能你用一些酒精 拿去 那可能都拿得死 所以你用一些酒精 那些消毒东西去消毒 那令到你在那些家具里面 那些 尤其是呢 我不知道台长 你有玩开健身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真的去到健身房里面 那些手摸得到 那些手汗多摸得到的地方 都真的消毒得很彻底 试过有人伤口在健身房里面 接着就染重病 是的,通常很窄洗 就是讲的那些真菌感染 就是窄洗的 就是你吸了进去 或者在手里 就是那个过程的手尾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纯粹指甲的层面那些 你可以用一些重的药都可以 因为是可以外用加进去 但是如果是在身体里面那些 那些那些那样 其实就麻烦很多 你往往就会 就是这个人发光 香港的脚也不够 但是真菌入了内藏你就大件事了 是的,一样挺麻烦的 其实这里我都没有回答台长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由那个分子层面 怎么可以理解到它真的 真是叫做难一些去撲灭呢 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说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 已经是复杂一些 适应能力强一些 就是一种高阶一些的一种生命体 但是它这个机制呢 就是它能够去杀了这些真菌 这是耶一奇麗諾利尔斯这个杀真菌的药 它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这个我自己看新闻那里 我自己都没有去考究一些很仔细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想象 跟我们先前在那个瘟疫时期 去尝试找到一些的药串 去杀那些譬如肺炎的病毒 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自己本身的抗生素 都是一些比较结构复杂的 一些蛋白质结构 那些那班聪明人 怎样去找到这种结构出来呢 那我完全不熟悉 不知道它们怎样去做 那其实就似乎看到就是说 它们是这种复合蛋白 能够好像一个锁匙 那样去紧扣去 它们本身这些真菌类 这些外部东西 就是阻止它们的地球转 就是阻止它们去繁衍复制 去入侵其他东西 因为其实这么说 整个用蛋白质去干扰 只是说蛋白质干扰 病毒复制的过程 其实是说到四五六种出来的 就是那种机制是说到四五六种出来的 所以我预期如果你说 这些复合蛋白 怎样去干预到那些质品 怎样去繁殖呢 我普手估计可能都可以说到 有几个不同的机制 但是你问我 你问陈志宏 他说是问错人 不是 一只都不懂 大家知道 我纯粹由干扰病毒那里去想象 推演出来会不会都是这样一回事 好 但是我想最大的一个 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机制 比较强的话 其实都可以克服到这些真品 其实是的 你一样等于你那些健康的植物 你给的养份它足够它不发污的 唯独是当它脱离了自己的营养供应系统 没有了自己的一波合作用 真是整个果放了下来之后 那它就顶不住了 就发污这样 但是当然如果这种菌劲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那些葡萄园的葡萄 或者是那些香蕉那些 它是可能那种真很厉害的那个地步 就已经是你未生成熟 就已经是摧毁了你的 那也都有存在了 是的 好了 那这一节就完了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